云南北夷象群的动态持续引发关注 从6月5日离开昆明禁宁进入玉溪一门后 象群已经在一门停留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近日,记者在象群活动的玉溪市一门县石杰乡南山村了解到 目前象群白天在山上的树林中睡觉 网上则下山来活动、觅食 村里有不少象群经过后的痕迹 关于象群在此停留的原因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护局高级工程师省清重的分析 可能因为这里是河谷地带、天气较热、食物比较丰富 有大象食用的芭蕉、玉米等食物 所以象群才不愿离开 记者从云南北夷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一门现场指挥部了解到 目前云南也在尝试利用降雨、降温等有利条件 通过科学、适量投食引导、疏毒相结合的方法 帮助北夷亚洲象逐渐返回事已栖息地 那么他没有吃的 没有吃的如果你不给他提供 他也要跑到老百姓去找吃 那么我们给他提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他的习性 而是因为满足他的食物的需求去减少对老百姓的冲突 对于远离象群十多公里的小象 神庆众认为 独象不是真正的离群 而是可能像人类的青春期一样 叛逆切到了 我们从西村板栏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 象群里边的小工匠 一般是他到了五六岁、牛七岁 我们看五六岁开始就要互相打斗 他就是比较活跃的 那么到了牛七岁以后 慢慢的他也会 就是有时候他不会跟象群紧密在一起 他有时候会离开 会离开单独出去跑去玩 玩一会儿以后差不多他也会来 那么再长大一点 他就会离开几天 甚至慢慢的离开几个月 都会存在 离开以后他也跑回来 但这个时候不是离群 他真正的离群是要到他性存熟以后 就是他又具有繁殖能力 一般功效大概在十二岁左右 至于象群何时会继续动身南下 神轻重分析 目前正值夏季 预悉天气炎热 又有河流 气候环境跟西双板纳相近 且正是农作物生长的季节 象群不缺乏食物 经过凉日来的观察 象群也并不着急赶路 云南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授 陈明庸也认为 雨季的到来 使得象群南下必经之路上的河水上涨 象群渡河困难 我们初步判断就是说要过掉这个雨季 就是说整个雨季可能都回不去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天线 就是说红河 红河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一个区域 这个你要强行让它过这个大的河流 因为现在红河水可能就开始涨了 那个水涨了以后 这个小乡年纪还小 就才几个月嘛 几个月的小乡要过那个原浆 涨水以后这个水就很紧 可能风险很大 感谢观看